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仰望美食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维也纳饼干 也叫维也纳宝石饼干 首先准备50克黄油 10克糖粉 10克蛋黄 63克地心面粉 还有果酱 黄油软化之后 搅打成发白的状态 然后糖粉过筛 直接筛到黄油当中 然后把黄油和糖粉搅打均匀 再把蛋黄液全部加入 继续搅打 搅打到这样的状态 把低筋面粉过筛 直接筛到黄油中 搅拌均匀 然后用刮刀 这样压拌 完全没有干面粉 并且质地均匀之后 放在一张大的油纸上 然后像这样对折油纸 把面糊按扁 用擀面杖擀薄 大概两毫米左右 一面撒面粉 翻过来这一面开始压磨 搅一个像这样的小瓶盖 再找一个花形的模具 先压出花形 再在中间压出一个花心 压好之后放在烤盘上 看都是一堆一堆的 170度12分钟左右 烤好出炉 把它晾凉 然后开始装饰 在中间空心的部分 这一半的饼干上 均匀地撒上糖粉 筛好糖粉之后 再准备一些果酱 把没有冻的饼干上面 正中间放上一些果酱 放好之后 把筛好糖粉的部分盖在上面 这样就组装好了 果酱颜色不同 花心的颜色也不同 非常漂亮 今天的维也纳饼干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仰望美食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